你好欢迎收看3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光复乡立幼儿园为袁明慧推动沉浸式族语教学幼儿园 除了在校学习也结合了马泰安文件站进行老幼共学 而部落的老人家与阿美族语推师带领教导下 让每个小朋友都沉浸在全族语的环境中 赞然学说族语成效非然 要让小朋友学习自己的语言 立刻变为族语老师的阿公阿妈们 直接先来族语歌谣交唱 小朋友开心唱课 比说的还要容易又有趣 光复乡立幼儿园推动沉浸式族语教学 特别结合马泰文件站办理老幼共学活动课程 部落阿公阿嬷与阿美族语推师共同打造全族语环境 让每一位小朋友都能自然而然开口说族语 同时也进一步传授部落传统生活智慧文化 一举素德 好 阿公阿公说这个下面这个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他的坐垫 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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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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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阿嬷 更把学习场域拉进部落里 让孩童学习族语的管道更多元化 且更贴近部落语言 今天我们公共相处的小朋友 总共有16个到我们的马泰文件站 来一个老幼共学 因为我们公所幼儿园有争取到沉浸式的教学 然后我们发现成功很好 因为我们老前辈跟我们的孙儿 大家欢乐在一起 互相来学习 我想这对我们小朋友也好 对我们老前辈 文件的老前辈也好 都是一个价值的存在 让我感觉很值得鼓励 尤其上个时候用母语来教学 不管是汉人也好 原子民也好 多一种语言 多一种体验 我感觉效果很不错 所以想这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共学的场合 也专程陪同并全程参与 这一场老幼共学 曾经是足以教育课程的 乡长林清水 肯定幼儿园师长教学的用心 以及文件站的协助 也期许鼓励各个族群 都能勤说母语 来附证据传承危机的语言 让更多的孩子 有机会学习自己的母语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